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不定结封了 怎么想不定结封 不是想求原寒 只要有原寒数就行了吗 对 是的 求原寒数就行了 那么 刚才我们说了 你求一个原寒数 对吧 其实原寒数有无穷多个了 对吧 有一个就求出来无穷多个 那么所以呢 求原寒数其实就和求 求一个和求无穷多个 其实是一回事了 对吧 好 那么不定结封 其实就是原寒数的一个总称 所以你看 fx在i的全体原寒数 称为f在i的不定结封 干嘛要还要求不定分 不求原寒数不就完了吗 请注意将来在这个符号上 其实是蛮有好处的 你会看到 因为不定结封到定结封啊 将来这个记号是 几乎是完全类似的 所以这个就很方便 转换起来很方便 好 这就叫不定结封 全体原寒数 那么我们用这个符号来记 看到吗 和定结封差别 在于没有上下限 请注意 完全两回事 定结封说出来什么东西 一个数 定结封是一个数 求出来一个量 不定结封什么东西 寒数 原寒数嘛 而且是什么 一组原寒数 就所有的原寒数 是一大批寒数 对不对 一大批寒数 无穷多个寒数 请注意 这俩根本不一样 所以要注意了 另外和变上限结封 也要有区别 变上限结封什么东西 如果小F是连续的 对吧 是这个S连续的 那么这个变上限结封就怎么样 就是一个原寒数 因为导数就是小F 所以这个变上限结封是不定结封里边怎么样 一个 如果小F连续的话 是里边的一个 要注意 所以这三个东西都不一样 就是长数 一个原寒数 所有原寒数 那么如果大F是一个原寒数的话 那么不定结封等于什么呢 一个原寒数加上任意长数 前面我已经讲过了 所有原寒数 就是一个原寒数 加上任意长数 性质 不定结封有哪些性质呢 很简单 这比较简单 第一 如果 这是第一条 第一条是说明不定结封和 背基函数的关系 那么好 这当然很简单了 你看 不定结封如果求导数 当然这里边不是一个函数 这里边是无穷多个函数了 不管有多少 随便哪一个一求导数 求出来谁 小F 你都是原寒数 求导数求出来就是它 对吧 或者把这个式字改写一下 可以写成微分 不定结封 对吧 这些当然不是一个函数 请注意 如果求导数 求微分的话 那就是导数 谁 Fx 加上Dx 乘上Dx 没错吧 导数求结封 导函数求结封 那当然回去了 对不对 因为它的原寒数谁 它的原寒数是小F 那么加上任意常数 就是所有的 它的所有的原寒数 那这个当然是太好理解了 对吧 那么请注意 这个式字 把它再改写一下 这个F一平Dx 不就是DF吗 对不对 你看 这一项 Dfx不就是F一平Dx吗 对吧 但是这样一写以后 你看 更清楚了 看很清楚 你看 微分和结分是可逆的 它们俩一作用 你看 这个这俩符号抵消掉了 好像 对吧 可逆的嘛 那当然还有任意常数 因为我做不定结封嘛 你应该有任意常数 从上面这个式也可以看出来 你看 微分号和结封号好像是 它们抵消了 但是其实就是可逆的 这个逆运算 这是第一个 这是基本的关系 微分结封的关系 第二 如果两个函数都有原函数 那么 它们的和 就是 和的不定结封 就是不定结封的和 它们不定结封的和 这叫什么 架法 后面 F乘上这个常数 做不定结封 等于先做不定结封 乘这个常数 叫什么 速乘 这两条构成了线性性 线性性质 这个大家应该说 我反复讲的 线性的性质非常重要 线性的性质 我们好多运算 求导运算 极限运算 结封运算 都是线性的 结封表 结封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 咱们前面不是有导数表吗 现在我们要做 倒回去一个事情 怎么样 就是给你一个函数 你要尽可能快的 能够找出它的原函数 或者说 找出它的不定结封 那么 当然了 我们就希望 有一些特别简单的 我们一下就能写出来 对吧 当然复杂的 我们还要通过其他的 结封的方法 把它写出来 把它找出来 那么 结封表呢 其实就是导数表的 它的结果 把它怎么样 把它的 逆的这个过程 就是求逆的过程 来显示出来 也就是什么样 求原函数的过程 写出来 好 看一看 长数的导数不是零吗 所以零几分是长数 就是导数表倒过来 这个 这个是什么 密函数 密函数 请注意 密函数 xα加1 求导数 不是 α加1 写到前面去 然后这个 指数减一次 就是xα 好 那么倒过来 xα的结封就是它了 就是次数增加一次 要除上这个系数 正好倒过来 对吧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 α不能等于负1 负1分母为0了 那不行 来 那么这个呢 正好这个 为什么 大家记得吧 logx它的导数是x分之1 请注意 不管logx 不管x正的还是负的 就是log负x 它的导数谁 它的导数1 你看 logu分子 导数是u分之1 乘上u再去导数乘上负1 所以它还是x分之1 所以这个是指 log后边是绝对是x 求导数 求出来总归是x分之1 所以x分之1 求不定结封呢 求原函数呢 就是log绝对之x 加上防数 下面指数函数 也很好理解 右边求导数 等于这个贝极函数 所以这个贝极函数 做结封 找原函数 就是这个原函数 加上长数c 特别指数函数ex 它的结封 还是它自己 sinex 它的结封 大家想一想 cosx导数是负的sine 所以sine的结封 是负的cos cosx这个函数 结封 sinex加c 这个你看 这个结封表 完全是从导数表里面 弄出来的 就是倒一下 对吧 逆的过程写出来的 并没有 你看结封表里 没有这样的 没有 比如结封 结tangent x 结cotan x 它没有的 你看它是这样的东西 很特殊 它们怎么结封结它呢 因为tangent的导数 是c跟它平方 没错吧 cotan的导数 是c跟它的平方 所以c跟它x 做结封 结封来是负的cotan x 是导数表里面来的 好 这个函数 tangent x 乘c跟它x 做结封 结出来是c跟它x 这个也同样 cosx 乘上cotan x 结封的负的 是吧 cosx 这个呢 这两个一看就好像 右边那么复杂 为什么 导数表里面翻过来 好 那么这些结封公式 当然毫无疑问 就这两个公式用的不太多 尤其像这个 这个用的很少 上面这些 请注意 就是上面这些是极其基本的 这七个是极其基本的 然后这个和这个用的也相对多一点 这个两个用的少一点 当然大家都应该记住它们 我曾经说过导数表 要像九九表一样的记住 截封表也这样 截封表应该你自觉的 要联想一下导数表就行了 后面还有几个 这个呢 请注意 这是二次函数 根号里面是二次函数 对吧 这在封母上 这个呢 大家想如果是1的话 A如果是1的话 正好是 sine x rc sine x 对吧 反三角 反正弦函数 那么 这二有A方 为什么这二变成A呢 那你很简单 你只要把它求导数求一求 看是不是它就完了 很容易验证 同样下面也是这样 求导数就能验证 那么这几个呢 一般说起来 上面这两个是用的 下面上面三个 是用的极其频繁的 上面三个 用的极其频繁 那么这个用的少一点 这用的少一点 如果能记住的话最好了 记不住怎么样 你到时候就是可能要临时推公司了 它到底等于什么 那就是有点欠缺了 那么 这上面是三个 应该记住它 那么这些计分表呢 当然 你慢慢慢慢会记住的 绝大部分同学都能记住的 我相信只要受我用心一点 做题目的时候呢 有意识地去记一下背一下 那你应该说都能记住 像小学生背久久表一样 背出极分表 要背出来 会有很多好处 你方便 方便 几分表有了 那怎么样 当然 有很多题目 很多函数 如果是几分表里边有的函数 或者呢 是几分表里边通过 加和减 或者乘长数 这样的函数 我们就很好做了 下面 先来举几个小例子 求下列不定几分 好 先看第一小题 原来的这个式子 请注意 这地方显而易见 用什么呢 要用到线性性质 虽然有好多项 但是每一项 都可以独立的来结分 更好x 注意它是谁呢 x的二分之一次方 结分 就变成 大家还记得吧 x次数要加一次 本来是二分之一线 变成二分之三次 除以这个二分之三 就变成乘上三分之二 第一项 完了 完了 第二项 2乘ex2拿出来 二长数吗 到外边去 线性 ex接分还是最好了 这个函数太好了 指数函数 哎呀 这个是好函数 对吧 不管你秋导数 切分都他自己 第三个 x是三倍的三倍 这是x几次方呢 x负二分之一次方 根号x在分母上 x负二分之一次方 好 结分以后变成 x的正二分之一次方 除以二分之一 那就乘二了 前面本来有个三 乘二得六 最后一项 谁的导数 如果记得谁的导数就行了 arc sine x 每一项都做好了 最后呢 那个任意常数可以写出来了 是吧 前面 先没有 每一个单做的时候没有写 反正最后有一个任意常数 行了 第二 第二题 结封表里有吧 没有 怎么办 怎么办 有很多人说了 对吧 很多人知道了 三角公式 花钱 cos x可以变成谁 cos 平方 x 减sine 平方 x 英式分解以后不就分母上那个吗 哦 那就行了 原来的式子 英式分解 一分解 好 cos x 平方 对吧 减去sine x 的平方 英式分解以后 一约好 变成 负的 是吧 cos x 加上 sine x 负的 dx 没错吧 负的 因为 你这个是cos 英式分解以后有些像是cos x 减sine x 一除有个负号 负号放在里边的话就这样 当然可以拿出来 好 解分 下面简单 cos 的原函数 sine 因为sine导数cos 有没有符号 没有符号 因为sine导数到cos 不增加符号 所以负的sine x sine 谁导数cos 要有符号 连同他的符号一块 没错吧 很简单 第三 第三D怎么弄 拆 说好了 对吧 拆项 拆项 拆项以后俩都行 都很好 对吧 这个拆项很好拆了 对吧 拆一项 一项是x平方分之一 一项呢 是x平方加一分之一 两项如果一通分 你看 那就是变成它了 所以拆成两项 拆成两项 这两项 第一项谁 密函数 x-2 次方 x-2 次方 接分怎么见 次数增加一次 x-1 次方 就是x分之一 除以负一 没错 后面这个公式记得吧 它是谁的导数 rc-tangent rc-tangent 好 原函数求好了 第四题怎么办 这个显然公式表里面有 对吧 怎么办 1怎么样 其实也是怎么样 拆一下 怎么拆 好像分子上没东西拆 对了 很多同学也想到了 你父母上不是3英平方 c-3英平方 那我分子上一个那个1 我给它拆开来 s-3英平方x cos-3英平方x 上面 我就写成 写成这个 好了 那这个切分式几项呢 切分式两项 第一项是它 看 3英平方 3英平方 约掉了 cos-3英平方 cos-3英平方x平方分之一 谁啊 s-2英平方x平方分之一 谁的导数 记得吧 cos-3英平方x分之一 谁的导数 可能记不得了 可能记不得了 后面这个呢 这两个月掉了 sinx分之一 就是cos 那么谁呢 这个地方 大家可能公式不太熟悉了 这两个公式 其实用的也很多的 大家可以再回顾一下 看一看 没错吧 它是谁 cos-3英平方的倒数 这是谁 sin-3英平方的倒数 好 最后一个题 我们再看一下 这题当然比较简单了 两个指数函数 怎么样 拆开来 分别求导数 第一个 3的x四方 记得吧 指数函数的结分公式 还是指数函数 求导数会出来一个谁 log3 现在是结分 那就要除以log3 第二个 减去 上面好像不是2x 那很简单 这个x减一次方 就相当于除个2了 我把这个2写到前面来 那就是 2分之1 log2x了 2的x四方求导数 还是2的x四方 除以log2 加上任意常数 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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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